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現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壓力大 要找到時間到健身房訓練 說真的是不太容易 也因此史考特常常被一些上班族問到 我年過30覺得手臂大腿的肉鬆垮垮的 我是不是可以買一些高蛋白來喝 這樣會不會長肌肉 也有遇到年長者問我說新聞上 說肌少甚至老人健康的殺手 我吃一些高蛋白會不會有幫助 針對這些問題2019年的營養學進展期刊 提供了答案 美國學者將22筆已發表的科學數據 做統整性的分析 結果發現有做重訓的人 喝乳清能夠多長700公克的肌肉 可是沒有重訓的人 喝乳清其實沒什麼幫助 多喝不會多長肉 健身界常說 減脂是8分吃2分裂 但正績剛好相反 是8分裂2分吃 做重量訓練其實是發出一個訊號 告訴身體說 我們需要更強健的肌肉骨骼 我們需要打造新的房子 那要蓋房子就要原物料啦 身體就到處去搜刮 鋼筋、水泥、木材 這時候我們喝高蛋白 等於是提供了大量的建築材料 讓身體蓋房子蓋得更大堅 可是沒有做重量訓練的人 身體沒有要蓋房子 就算把原物料堆得到處都是 他們也不會自動組裝起來 變成高樓大廈 所以結論 沒有練的人要靠高蛋白來增肌 是徒勞無功的 半吊子的重量訓練 效果都會比你狂喝乳清要來得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